做第二代的壓力或目標是會大過自己創業 你要顧得到之前流下來的東西 還要怎樣一層一層起 雖然我做這些手工戶丸、燒賣、糯米池 不是各感的這件事 但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創業難、手頁更難 如果我只接鋪店 要像這樣一如既往的運行 其實是一年可以、兩年可以、三年可以 但你去到之後時代不同了 你要跟著它走 如果你只搜是沒用的 你要怎樣改變 接鋪店後第一件事想 不是怎樣搜這間店 是怎樣讓更多人認識這三個哲國的禁忌 長洲這間店應該不會怎樣改變 改變或發展是在外面的工場、產品上要多元化一點 除了做糖餅 因為糖餅始終沒有添加防腐 真的沒有添加 所以它的食用期很短 我們只能每天新鮮做、每天賣 做多少、賣多少 所以糖餅對我們來說 是不適合放出外面的超市上架 我在大概十年前 還在做金融的時候 設立了、投資了一個廠房 在荃灣 專門做糯米池的東西 甜食的 我便想到 將那個工廠 的工廠怎樣轉型 就開始做多些批發的東西 糯米池、甜食類、手工護苑 或者鹹食類、燒賣 那些都有做到 雖然我做這些 手工護苑、燒賣 糯米池不是各種的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決心的問題 是吧 我覺得就是做一件事 你只要有決心 你真的想做好它 你怎麼都會做得到 小店最主要一定要下手下腳 就不可以說 師傅做完就不用做 但起碼知道怎樣做 如果有時師傅做出來 有些什麼問題發生 我知道是哪一部分 而不是像芒頭烏鷹一樣 我叫苗姐 我這裡做開就做到現在 每樣都做 什麼都做 我跟了我老闆有十年了 每樣都好 沒計較 大家好像大家庭的 很開心 他什麼都做 我們這裡沒有規定 每個人都要做 不是說老闆就不用做 我叫苗姐 大概五年左右 入下燒賣魚蛋 要數 要數數 不要多 不要少 不要不靚的就不進去 一群人一起 這樣做 朋友叫小豪 二十年左右 凌晨十二點 一個對 通常新鮮產品都不想過夜 人家未開始做事之前 就先整定了 到時人家門口也能買 好像門市 我們這行業會比較辛苦 香港做護員會有優勢 新鮮一點 就算經過超市 都在一兩個星期 已經在客人手上 沒有保存時間太久 所以樓室的香味會好很多 好的護丸 你起碼要吃到有芋頭味 吃得出哪種打哪種 這個最基本 不要那麼貪心做那麼多 盡量保持新鮮 雖然說放在雪房裡 可以放一年 但對買的不負責 我們不追求很薄 我們追求糯米池要軟熟 我們是比其他厚一點 但我們保證皮是軟熟 手掌心差不多大顆 你要10cm 好的燒賣 吃下去不散 不煤 有些彈牙 你起碼魚有魚味 不要奇形怪狀 師傅的手勢好 蒸出來就醬真 看起來很想吃 我想差不多三天 你做這些店鋪 其實現在都沒有人入行 辛苦和公事場 你說要請人 多多錢都請不到 飲食是最辛苦 最辛苦不是用勞力 是說公事場 7x24 人家最開心的時候 你就是最辛苦的時候 因為人家一家大石出去玩 你就是最好生意 你不會走開 做第二代的壓力 或者目標 是會大過 如果自己創業的 因為你自己創業 你沒有東西 你由地基開始蓋 但是我們做第二代的話 前一代已經蓋了地基給你 你現在要怎樣在上面蓋樓 現在你一個不幸運 或者一個不小心 你整個地基 倒了也不奇怪 所以你要顧得到之前 流下來的東西 還要怎樣一層一層起 給自己一個分數 我會給一分 對了 一分是獎勵我 踏出了第一步 也將國安記這個字 衝出了長洲 我都會形容自己是發出那麼多爪 因為剛才也說過 我有做過不同的生意 大大小小也好 雖然發出那麼多爪 但是我全力 都是專注於國安記 一百分滿分來說 我想我用了一百零一分 去國安記三個字 中文字幕 李宗盛